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,迪丽热巴们卷完内鱼,Battle韩语。 Dior Beauty Zions的账号终于官宣了迪丽热巴Dior彩妆线的代言。 认证成都双子塔地广,热巴此次巴黎时装周升Tidal不是国内特供,达成有效看秀。 中国艺人在2023这一年,全面回归国际秀场刷脸。 9月至10月,各大品牌2024春夏新品发布,四大时装周中的米兰与巴黎,聚集了大批中国艺人。 近半个月热搜都被时装周相关狂轰烂炸。 审判待遇,审判造型,审判生徒,不光艺人得各种意义上的全副武装,本丝也挺忙,科普时尚圈知识,好不好看是其次,要争当内鱼第一,内鱼首次。 内鱼一线艺人忙前忙后,结果扭头发现隔壁K-POP IDOL轻松超车,斩获高奢代言人Tidal。 奢侈品的高逼格呢? 卷出花样的内鱼唯一。 有效看秀才最重要。 时尚资源,一直被视为一种高商业价值,艺人优秀气质和表现力的体现,尤其是获得高奢品牌的青睐和认可。 四大时装周中,米兰和巴黎这两个拥有最多奢牌的秀场,自然成为明星艺人发力营销的重点。 2024春夏时装周,聚集了90、95段的流量型艺人。 资源少不了团队运作,但在时尚领域方面,艺人的自身特质得到品牌的认领和持续合作,才更有利于拿下Tidal。 米兰时装周两位95花TOP,虽然被潮造型不完美,用力过猛,但在品牌待遇上不差。 于书新以代言人身份出席Divinji、纪范希、2024SS和Moscino40周年秀场,换了套造型看秀营业。 超级上身、前排看秀等都是标准代言人待遇。 在时尚资源这块,于书新三奢在手。 对于时尚的经营这块,日常私服比较出圈,在内于算是比较大胆的穿衣风格。 赵露丝此次看秀无Tidal 受品牌邀请,品牌给到的衣服是2024春夏系列,本季的复古概念加缤纷亮丽的色彩也比较适合赵露丝的形象。 浅蓝色格纹短裙加彩恨天高如屡平地,当然包包和鞋能换个颜色更好,粉色格纹套装秀场内外和高层的交流,艺人属性尽险。 网传已经有进一步合作,就等官宣。 今年赵露丝团队应该也没少在时尚这块拓展和发力,不仅是参加时装周,出席活动的造型也可圈可点。 今年已经上升了七套高定,造型体现清纯甜妹的优势特质外,恰到好处的露出增加纯郁感,搭配妆容也能体现优雅质感。 在风格上有所突破。 巴黎时装周汇聚了最多的流量,主打一个内鱼唯一。 王一博白发造型家超级Chanel成一,引发国内社交媒体热点,登香奈儿Lens视频封面。 虽然大使现在越来越批发了,但香奶奶没有品牌代言人,全球大使已经是高级别的Title。 香奈儿2024春夏秀结束,惊喜官宣张子峰为品牌大使。 00后触摸高奢,在此之前子峰妹妹还登上了Vogue China银食封面。 果然时尚圈还是喜欢买股文艺电影咖,今年夏天的Chanel高定秀也有邀请像黄瑶这样的文艺电影女演员。 龚俊虽无Title看秀,三天三套高定刷足了存在感。 先排ES近年来新开的男装线高定龚俊首穿,第二次穿马吉拉时装屋高定,内娱首次解锁Julian Fernie高定,引发外媒关注。 龚俊2021年爆红,时尚资源没有断档。 从快速收到LV的大使offer,陆续接到Diffany大使,Hogan,波特,威亚全球品牌代言,今年9月又空降天缩表全球品牌代言人。 近12个月,每个月都有主流杂志进账,背后有不少时尚品牌推风。 龚俊也算目前内娱少有的时尚icon型艺人,绘花心思经营时尚形象,当然也是自身条件优秀。 两位90Top花,杨子和迪丽热巴时装周后,关于品牌待遇争论不休。 杨子首次参加巴黎时装周,造型方面主打保守牌。 巴黎归来没有收获华伦天奴的Titto,但关系是拉近了。 他的时尚资源一直比较虐,在今年长相思播出大爆后,也渐渐好了起来,包括奢侈品牌看秀邀请,高定等有了明显突破。 迪丽热巴此次巴黎时装周也拿下不少内娱为一。 和LV的合作到期后开始接触Dior,不到一年的时间,收获2024春夏巴黎时装周后官宣彩妆和相分线代言人。 怪不得,迪丽热巴当期紧张也要抽出半天时间来Dior看秀。 除了被品牌邀请,杂志邀请去刷脸的也不少。 比如因为风神走红的陈牧驰,在杂志《精彩OK》的加持下,辗转六个秀场,并获得品牌认领。 此次巴黎SS24时装周,根据Lefty数据发布的中国艺人影响力EMF,最高媒体价值,排名,迪丽热巴,王一博,王俊凯排前三位。 EMF是明星艺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品牌相关博文,为品牌带来的影响所换算成的广告成本价值,而一而是互动率,代表着受众的活跃度。 在这份榜单上能看出微博和小红书也纳入考量标准。 今年年初的2023秋冬时装周,在微博累计上榜250个双榜热搜词条。 这次再出总结,想必会指多不少,密集轰炸的内鱼唯一是有效的。 不管这热度是不是内鱼特供,粉丝们争相在社媒数据上占据高地,依旧有意义。 毕竟奢侈品们需要流量持续的影响力为自己的销售额添砖加瓦,而明星们需要品牌提升自身商业价值营销。 这次输给鄙视链底端的K-pop idol了。 高逼格的奢侈品走下神坛,不仅是爱上了流量,还爱上了更多的K-pop艺人。 这次巴黎时装周产生了不少含鱼,内鱼,待遇Tidal上的比较和拉彩。 比如Dior的迪丽热巴和金智秀,Chanel的王一博和Jenny,到底谁穿的是未发布成衣? 有没有穿过高定?是不是高层接送?有没有被火速认领?地广铺了多少?有没有出镜campaign? 近年来奢侈品释出的campaign,各种Tidal发放的数量,韩国艺人越来越多,Gucci还在韩国警服工办了秀。 以LV为例,国内爆剧艺人像龚俊,王鹤蒂,最短也要等待3-4个月,才能得到品牌offer,对于一部大爆全球的韩剧女主来说只需要三周。 21年9月中旬由于游戏播出后大热,郑浩妍的INS粉丝从40W1涨粉到1500W,空降蓝穴顶奢品牌LV全球品牌大使,手握三条支线代言。 K-POP男团成员Felix成为LV全球代言人也只要4个月,从设计师、CEO、品牌PR、官博等全方位认领,发布多个相关博文认证代言人身份。 国内艺人争相审判的认领和地广,在韩国人这里突然变得很容易。 出道不足一年的韩国女团Nuin's成员Henny、Gucci和Amini的全球地广扑的到处都是,在中国的商场、机场也随处可见。 在媒体认可方面,巴黎时装周各家争相吹捧的新加坡Vogue发布的时尚105人,文章导语部分也提到了关于品牌的名人营销, 列举了LV代言人赞达亚、Stray Kids的Felix、Nuin's的李慧仁等。 同是全球代言人周冬宇,在内娱看来已经足够优待,比如官方IG发布了预告语音。 但在全球格局上看,K-pop艺人被媒体认知的程度更为突出。 K-pop能给奢侈品牌带来什么? 以往被嘲笑小家自弃,只有黑白灰的韩国娱乐圈,穿过纪礼服,被嘲笑时尚挖地。 在奢侈品消费总额上,韩国大约只占中国消费总额的12%。 据数据显示,2022年中国奢侈品市场交易总额约为1312.2亿美元,韩国奢侈品市场交易总额只有168亿美元。 韩国在人均消费上达到了325美元,远高于中国的55美元,超过了美国的280美元,达到了全球第一。 韩国年轻人的消费观,更加享乐和享受当下。 韩国的年轻人依旧在影响更多人的审美。 韩国国内市场狭小,他们的艺人中在国市场受限后,也需要吸引全球目光。 现在的K-POP,的确在东亚甚至更多地区,从流行风潮到审美观念,都有足够的影响力。 今年巴黎时装周,K-POP艺人的M在全球榜单中时占四。 这一点,奢侈品们自然也了解。 品牌和K-POP艺人牵手,无非是能迎合品牌需求。 中国市场之外,老牌奢侈品需要提升年轻感,尤其是获得年轻人群的购买。 Burberry, Celine, Dior等大牌,2018年前后大牌渣堆改了logo,越是简单鲜明的字体,越是利于小屏幕的传播,吸引年轻人目光。 不少大牌也开辟了轻奢之线,签约新锐设计师,或者更具有街头风的品牌产品,牵手评价品品做联名。 老牌们焕发新活力,打造年轻的形象,除了换logo,换年轻设计师,还需要青年偶像明星拉动杠杆。 不仅是韩国艺人,泰国艺人也逐渐走进奢侈品视野。 比如巴黎世佳,在7月高定秀上官宣了品牌首位大使PP。 这个百年老牌奢侈品正在重新出发,在高定秀之前清空IG,品牌重塑。 也想通过巴黎时装周的中国艺人重新获得关注度,但舆论反响偏向负面。 刘浩然走秀的品牌巴黎世佳,微博第一条评论就是关于品牌是否有不当言论的争议。 据说刘浩然要官宣的全球代言人也因此搁置。 无论是国内特供还是提卡K-pop,无论是百年老店还是高冷顶奢,他们的目的都是赚钱,待遇的差别,不过是看能从谁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。 当然,也有人比奢牌更高冷,穿着Dior过季普通礼服的无精,不需要高奢,超级,这都贴金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